大選基本上由我完全負責任 我自己負完全的責任 我不推遲任何責任 大選失敗我就推出政壇 不必想太多 我現在的我現在不必想太多 想的就蠻複雜 大家可以想一萬個可能性 短短的抖腳 胡大哥 新陽庭又真的怎麼 拔劍力又再戰 政治人物真的是各有盤算 這一點我是同意沈大佬大佬 沈大佬的觀點 民進黨去看他們很多是Lip Service 用嘴唇服務一下而已 謝長寧昨天去看陳水平 有三個動機 一 東山再起 今天中國時報 沒有錯 你做這種回應了 二 拔掉陳水平的牙齒 總算不能再找 謝長寧的麻煩了吧 把它拔掉 第三 我昨天說了 跟新蘇聯來切割 來做不同 你看 蔡英文 蘇貞昌 今天馬上跟進了 我不解的是蘇貞昌為什麼今天要去呢 許新娘曾經跟我說 對不起 許主席我只要引述你的話 他說 蘇貞昌是有勇無謀 真是有道理 怎麼這時候你晚謝長寧一天去呢 蘇貞昌有勇氣應該說 我就參選台北縣長 不會到現在台北縣長升格被國民黨玩死 我跟你講 蘇貞昌你不敢拚嘛 你不敢拚嘛 對不對 你不敢拚 國民黨軟腹筋骨 台北縣要升格了 蘇貞昌有勇無謀沒錯嘛 包括羅文嘉 小偷雞分子 以前叫新民進黨運動 現在改頭方面叫二次黨外運動 為什麼 為什麼陳水扁不見 我再說一次嘛 1999年陳水扁台北市長落選 羅文嘉跑最快跑到哪裡 跑到紐西南去 最南邊的地方啊 變還一種萬壇啊 現在不過一樣 需要又回來了 為什麼羅文嘉 去北索看陳水扁 一週刊講太好了啊 選桃園縣黨啊 不是嗎 Campaign 英文說Are you campaigning 錢來也要急嘛 長矛圓 手伸長一點嘛 對不對 就這樣子而已 就是政治人物的盤算 我們分析以後 更堅持 請你們站在是非公益對錯立場 看看問題 不要只用政治盤算而已 我們現在就把後面的背景 整個把它弄清楚 把內幕追清楚嘛 那今天記者特別去問謝長廷啊 你要講什麼 拔劍在戰嗎 你不是退出江湖 又拔劍在戰嗎 一共什麼 下午最近講法 任何事情都有一萬種可能 還是有可能嗎 政治人物啊 這個最壞的示範 動不動就說退出政壇 隔幾天又說 我情況有變 我隨時 什麼可能都有可能 謝長廷啊 這個搭便車搭了兩次 第一次最有名的 就是陳靜辛案 他本來已經沉寂一下去了 陳靜辛案呢 他搭了陳靜辛這個便車呢 所以又起來了 這一次又想要搭陳水扁的便車 去消費陳水扁 但是我先提醒一下 你有兩個問題要解決 第一個 這個所謂的毀瀉食人小組 你講清楚 雖然中間有人已經過世了 卵陳章已經過世了 但是活著的人 高明輝 謝宜蘭這幾個人都在 他們隨時會跳出來的 你經得起這個衝擊嗎 我講白了 你經得起這個衝擊嗎 這個案子非常明確 高雄市調處壓在那邊 高雄地間處也壓在那邊 到現在都還沒有動 這些東西隨時會爆發了 什麼時候爆發還不知道 蘇貞昌講了一句話 你再怎麼雄辯 也模糊不了你涉嫌弊案的事實 講到蘇貞昌我們更要提醒 謝陽庭昨天去 連帶效果就出來了 今天謝陽庭講了 謝陽庭明天也要去看他辯 其實謝陽庭百分之百在消費陳水扁 而且是趁虛而入 想趁虛而起 想踩在陳水扁這個議題上 然後呢 竄出來當綠營的共主 今天共主不是陳水扁 這我也同意 那蔡英文 他對陳水扁來講 對謝陽庭來講 都是新生嘛 都是民進黨後來才加入的嘛 所以謝陽庭要趁虛而起 所以他去見陳水扁 然後呢 我為什麼說他趁虛而入 剛剛東豪講一段內幕 那我覺得那個內幕 跟陳水扁講的一樣 剛好跟報紙上轉述 謝陽庭在部落格裡面 他自己的撲文 剛好是兩回事 一個是說 到這個預所裡面去跟阿扁講說 你要開啦 你要拿出男子漢的這個骨氣 可是他今天在這部落格裡面 被引述出來是說 這幾天的表現 陳水扁有台灣人前總統的這個骨氣 可是我們要說的是 以謝長庭他看電視 我們不要說太了解啦 你看電視 這幾天你看不出來阿扁在裝病嗎 這幾天你沒有看到這媒體 轉述法庭的實際 阿扁整個人撲下去 形象全會 哭 趴在那邊 嚎嚎大哭 然後呢 走出這個球車 之前還說你把他撲一下 下去整個腳貪軟 那是台灣前總統的一個骨氣嗎 在這個阿扁最脆弱的時候 他進場 今天還引述了一條日本歌 說這個 淚珠不會掉下胸口 邊哭邊走 今夜只剩下我 欸 今夜剩下 不是剩下 只剩下阿扁嗎 只剩下阿扁 這隔著窗子 你跟他一刀兩斷嗎 窗外就只有你嗎 在某種程度 我認為謝長庭在制況 今天陳水扁已經被打成階下球了 今天他去跟他拜拜 順便看他一下 出來以後 今夜只剩下我了 只剩下我謝長庭 他在清理戰場 他在收拾這個戰場 每次這個游錫坤 幫他顧基本盤 過去幫陳水扁顧基本盤 陳水扁叫他針監定 現在 在這個游錫坤 他在南部打仗 基本教育派他守住了 謝長庭出來 等於游錫坤的努力白費了 那再加上剛剛講的蘇貞昌 陳水扁不是講這個人嗎 除了猶豫不決之外呢 賭性不夠堅強 民進黨是個幫派 你跟這個謝長庭跟其他天皇差 差一點就是說你賭性不夠堅強 你不敢賭 謝長庭時機到了 看看表就出來了 所以他不要只有看到 每個人都去看阿扁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盤算 謝長庭有自己的盤算 有可能像光琴講的嗎 他有可能變成立了新的共組嗎 第二個 今天最新發展 蘇貞昌已經決定了 明天也要去看阿扁了 我同意大家的看法說 謝長庭蘇貞昌 蔡英文跟很多很多爭先恐嚇 去看阿扁的人 都是在消費陳水扁 這一點沒有問題 也沒有疑義 但是問題是何嘗到過來 不是陳水扁在消費這些人 所以他們是互相消費 因為今天有越大頭的人 去看陳水扁 陳水扁的分量當然就越大 那我們來看看 陳水扁為什麼要借這個機會來消了一條 當然很多人講說他 他什麼沒有台灣人的骨氣 要扮軟弱 就是因為他個人扮軟弱 外面才有人會跪著哭 因為他跪著哭來 就觸動那個很同情心態跟心弦 所以有基層的很多支持 陳水扁的心活過來了 給台面上這些龐大的壓力 這些人想掛中槽 當然就要去想辦法去 跟陳水扁朝拜一下 表達某種關心嘛 也對這個有所交代 陳水扁聰明的地方 因為他能消費他 所以雖然說 謝長廷或蘇順昌想當民進黨的共主 可是不要忘記 這麼一朝共的話 陳水扁是什麼 是舊主不是共主是教主 所以地位更高 何況大家意見的就是說 不管大家相不相信我的判斷 我判斷陳水扁七月底 搞不好就被放出來了 好 放出來以後 進入重新再回到民進黨 是順理成章 沒有人敢擋 為什麼 誰敢擋教主回家 沒有人敢擋 還有什麼理由反對他回民進黨 所以你說謝長廷跟蘇順昌也不要想太多了 到後來共主還是阿典 互相利用 互相簡單講 因為什麼 現在沒有政權 他們必須要互相利用 最起碼維持一個團結的表象 維持一個溫暖的窩的表象 要不然的話他講的 蔡英文講的 怕會被國民黨什麼樣 各個擊破 國民黨哪改革的各個擊破 這裡是自然會形成一個現象 來 森委 蔡委員 在景氣面臨有通縮治癒的時候 互相消費是一個好現象 這個冷笑話 不過齊凱我必須告訴你 在本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我一對七 包括你在內 好像我鼓掌難免 只有單獨一個不同的意見 我們這點想辦法找個民進黨來陪你 不是 不是這樣 你們自毀長城 我現在在這裡 我們要聽 你們舉謝陽庭的例子 你們舉羅文家的例子 原來他們去看阿典 都是為了自己的未來 所以你們真的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所以這個算停點嗎 謝陽庭去看阿典是為了停點 是為了他自己 如果今天這個報導 說他要拔劍在一起是真的的話 他那個停點是假的 那羅文家去看他 也是為了他未來要選什麼什麼什麼 那也是假的 所以你們不攻自破 我現在見著 你一聽我講完 我現在漸漸覺得溫暖起來了 但是我心中喜悅之色 還是要約束一下 因為我不能讓你們太難過 這是一刀 這是標準的停點嘛 兩個人有意見 來 兩個人是誰先 我很快講就好 這是一刀之兩刃 這些人在做停點的 Lift Service 但是造成的後果 會讓民進黨群眾說 這些大為的都在停點了 我們要跟進了 我說過這是一刀之兩刃 假停點之名 但會造成停點之死 對啊 其實你看 今天週刊就爆料說什麼 羅文家為什麼要去看阿典 是要選桃園縣的縣長 所以那時候製造跟誰 曾經擔任過桃園縣長的李秀蓮 一起要去看阿扁 阿扁知道才拒絕他 這消息來源一定是扁辦嘛 所以當然去了兩種好處嘛 對不對 就是去營造自己 以後可能有利益嘛 一外面給阿扁點人情啊 停扁有好處 為什麼不停扁啊 人人都停扁 停扁有好處嘛 這個就是停扁 心中S不願意 心不甘情不願意 乖乖去停扁 奉他為教主嘛 那你羅文家要選桃園縣長 這個時候他敢去唱成本的反調嗎 像他以前講的嗎 何況你想想看 他選台北縣長 拿到那麼多那麼多的資金 民進黨裡面很多都懷疑要 錢跑到哪裡去了 那麼多也都不見了 那羅文家現在身價 是相當高的一個人 好 回過來 回去選大安局的立委 也伸手跟阿扁要了很多錢嘛 為什麼阿扁給吐槽 他不敢吭聲 他回去選桃園縣長 我基本上同意中信兄的看法 他投機是有特殊的目的 他不靠這個東西 他怎麼在民進黨裡面生存下來 當然就跟陳水扁怎麼樣 重新示好 重新歸隊 那陳水扁這個時候 扁辦當然棄在頭上嘛 可是你想想看 隔一兩天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兩邊利益談好了以後 還是會支持他選桃園縣長 還是會支持他什麼 有金流 金脈 因為陳水扁的金脈在哪裡 羅文家怎麼會不清楚呢 一清二楚 好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談一個重要的內幕 明天大家都看到說 蔡英文要去看阿扁 後面是有內幕啦 幫我阿扁這段時間啊 叫了很多人去罵蔡英文喔 不只是寫書說你什麼背叛我 我沒有後悔說我批拔你這個人 他竟然還找人去跟他講說 你要趕快來看我 我們等一下來討論這個內幕 馬上回來